唯一SaaS,海外税务服务平台,多国VAT在线注册申报,人工家系统双重保障,VAT办理就在唯一SaaS。 越来越多追求视觉冲击与爆款的卖家进驻视频营销领域。 HubSpot一份关于视频内容在营销中的重要性研究数据显示,从2015年的78%上升到现在2021年的93%,视频的重要性只增不减,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市场营销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换句话说,从2017年到2024年,品牌卖家在视频营销支出的占比将高达41.9%,这意味着未来视频营销空间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。 短视频作为视觉营销的一种,所花费的成本和预算都相对低廉,尤其是和资源有限的中小型卖家。 但很多卖家对此并不是很了解视频营销究竟为何?又该从何处下手? 视频营销是指基于视频网站,以内容为核心,创意为导向。 利用精细策划的视频内容实现产品营销与品牌传播的目的,它是视频和互联网结合,具备二者的优点。 视频大张旗鼓地在营销界打响名声,给那些希望短期产生视觉冲击,承载更多品牌理念,制造爆款的卖家带来了激动的消息。 在保证大方向准确,营销策略可靠的前提下,增强视觉冲击,增加曝光度,传达品牌理念,提升转化率,最终提高盈利额,显然都是视频营销有能力带给卖家的。 作为写大方向准确,并且是视频道理预防的卖家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